13.赤脚国王 赤脚国里每一个人都打赤脚 夏天土地又热又烫 大家只好不停地跳 冬天到了,脚也最先知道 这些事赤脚国王不知道 他住在宫里,夏天凉快 冬天地板铺着地毯,十分温暖 外出的时候,国王都是坐在轿子里 他的脚从来没有踩到土地 有一天,在外面的路上,轿子坏了 国王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回家 这才知道,外面都是难走的路 回到宫里,他想 要是大家都能走在舒服的地毯上 一定会更快乐 于是,要求大臣把全国的道路都铺上地毯 天哪,那得用多少羊毛来做地毯呢 赤脚国的小朋友玩过踩高敲 便想到随身地毯的好主意 不管走到哪儿,地毯都跟在脚上 又有趣又舒服 赤脚国王叫人做了好多随身地毯 让大家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踩在地毯上 后来,随身地毯的样式越变越多 越变越方便 当你穿着随身地毯走路的时候 别忘了赤脚国王哦 一,我会写的字 国,歌,我,国,二声,国,唯部 王,屋,昂,王,二声,王,玉部 烫,特,昂,烫,四声,烫,火部 公,歌,翁,公,一声,公,棉部 弹,特,昂,弹,三声,弹,毛部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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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部 浮,择,舞,扶,二声,扶,乐部 定, 得, 应, 定, 四声, 定, 棉部 沉, 吃, 银, 沉, 二声, 沉, 沉部 辩, 叭, 叶, 变, 四声, 变, 人部 随, 私, 为, 随, 二声, 随, 腹部 适, 四声, 适, 义, 步 别, 奔, 也, 别, 二声, 别, 刀部 望, 乌, 昂, 忘, 四声, 忘, 心部 二, 念一念, 笔一笔 到菜园采青菜时 可别采到小虫 是 它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 真有趣 便 便 这家便利商店卖的东西很便宜 三 我会读 一 要是大家都能走在舒服的地毯上 一定会更快乐 二 要是大家都能看到萤火虫 一定会更兴奋 三 爸爸不管工作多忙 都会利用时间运动 四 哥哥不管多晚睡觉 都会准时起床 哦 我会读到这家园采青菜时